回憶老話我們講的是 長輩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 還有他的人際健康 就是要讓他出來交朋友 以及就是要促進他的參與跟終身學習 那我們今天只是在公寓大廈下面設一個空間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些點 我覺得光靠八堂課其實是不夠 這樣齁 其實我在9月6號就有在網路上看到 社會局已經公告了 說要做一個影法俱樂部的先修班 具體的做法是說 找那個公寓大廈的空間 然後一年補助八廠 一廠2500 對吧社會局長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是已經有在做了嘛對不對 然後最高是補助2萬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 現在市府的目標是 把影法俱樂部的空間 就是延伸到社區大樓的一樓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種做法其實蠻好的 一來是剛剛大家講說 影法俱樂部現在有空間的問題 不要是我們長輩人數越來越多 那現在零里的影法俱樂部空間已經不夠 所以如果能夠增加影法俱樂部的空間 把延伸到公寓大廈的話 可以解決到一些長輩活動的空間的問題 我覺得不錯 而且根據WHO的活躍老化的指標裡面 有一項是所謂的交通的便利性 那我們直接把影法俱樂部 設在公寓大廈的一樓 那長輩活動非常容易 他只要坐電梯就可以下來 這也可以增加他們出門的意願 我是覺得這個方向是不錯 但是我看了那個計畫之後 是有幾個點 可以跟市長跟局長討論一下 那等一下再一起回應就好 第一個是我們在社區大樓 設影法俱樂部的具體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看了那個目標 是要做活躍老化跟在地老化 在地老化是有 可是活躍老化 聽起來好像目標很崇高 可是他的細節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活躍老化我們講的是 長輩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 還有他的人際健康 就是要讓他出來交朋友 以及就是要促進他的參與跟終身學習 那我們今天只是在公寓大廈 下面設一個空間 有沒辦法做到這些點 我覺得光靠八堂課其實是不夠 以身體健康來講的話 長輩如果他真的有感覺到 手不麻了啊 或者是走路不會駝背啊 他需要很長期的運動 那這個長期的運動是 要讓他培養出運動習慣 不是靠他一次下來 來八次然後做做運動 回家就繼續 趕在沙發上看電視 這樣是沒有用的 那在心靈健康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設計一些課程 讓他願意出來分享 讓他可以找到 比如說像以前我跟長輩聊天 有的長輩說 像我出來參加課程啊 我好像找到童年了 為什麼我找到童年呢 因為我小時候家裡比較清寒啊 我都在照顧弟弟 我都一直在工作 我不會畫畫 我不會唱歌 我沒有參與一些藝術活動 所以我出來畫畫 我出來表演 好像我在補過我的童年 啊我好羨慕現在年輕人 很多學習的才藝什麼 我們以前都沒有 所以他非常的投入 那因為他參與這些才藝班 所以他彷彿找到過去童年 以及完整了他的人生 完整他的人格 我覺得像在這種 心靈統合方面呢 也許說 你在課程選擇上 你就不能夠只偏重在 比如說運動方面 也許在藝術課程上面 我們就要增加 然後另外是 比如說人際健康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 透過就是他來參與這個課程 結交非常多的朋友 當然我們現在老人共餐 什麼都有做到這一點了 可是既然我們要延伸到社區去 好那我們怎麼去 進到這個社區之後 再跟管委會結合 除了這個堂課之外 可以讓這個社區變成一個 呃長輩非常友善的社區 他不是只有上課而已 他可能是從硬體軟體 整個環境氛圍都要有所改善 這是人際健康 另外就是他怎麼樣 促進終身學習 就是說我來參與這個課程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沒有了 怎麼去跟其他的單位去做結合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有幾件事情 也跟市長跟局長討論一下 第一個 我們進到那個管委會很不錯 尤其是有一些社區很大 有700戶的有1000戶 像我們板橋還有一個合一住宅 那個有幾千戶的 那他也有空間 如果說在他們那邊做 或是其他單位做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管委會他的配合的程度 有的管委會也許很配合 可是有的管委會他跟里 或者是一些地方組織不一樣 我們里長啊 像剛王文元說他以前是里長 因為他是專職的在推動這個東西 所以他投入非常多心力 但是很多管委會的主委 實際上是義務職啊 他本身自己就有工作 那你要他在工作之餘 他又要去思考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在意願上面 可能誘因可能他要再增加一些 甚至於說要去輔導他 要站在他的角度 去想說怎麼去減少他的麻煩 如果說你要那些管委會說 你來加入我們這個 銀法俱樂部先修班 但是呢請你先提計畫 辦完活動還要在那邊拍照 拍完照還要在那邊核銷 那對管委會來說 他就覺得是一個負擔啊 我乾脆不要做嘛 所以我覺得在 比如說跟提高管委會的誘因這方面 比如一場2500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 變3000或3500 然後行政程序的減變 這可以讓這些管委會更加願意 去參與我們政府這麼好的政策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剛剛提到就是 我們如果真的要做到活躍老化的話呢 在身體心理心靈人際關係 或是中生參與這幾塊 如果真正要達到健康 你必須要有專業的單位去做協助 那我現在不知道說 那個銀法俱樂部先修班 管委會他是 你就補助他錢 他就自己隨便亂弄呢 還是我們實際上是有一個單位是 有輔導他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完成的課程 那個課程是有一個套裝模組 可以讓他做選擇 例如說我們今年 管委會我們想要達到身體健康 那請你選這個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選了之後 長輩至少他可以培養好的運動習慣 或者是心靈的模組 選了之後他可以在心靈上 我感覺上了課心情變輕鬆 我在看事情的角度更多元 我培養了同理心 或者是我可以更接受很多 社會比較進步的觀念 或什麼之類的 第一課程的選擇上 我不知道現在的安排是什麼 第二個是 我覺得要跟協力廠商做結合 什麼叫協力廠商呢 有一個團體最近被罵得很慘 叫慈激 慈激前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執行長講了那個疫苗的事情 他們要捐疫苗 結果講說他當初要捐的時候 好像被卡住了 說要捐 都被勸阻不要捐 執行黨就講了這麼一句話 結果就被罵了嘛對不對 慈激整個被罵 還有人罵說慈激是中共同路人 甚至說他是中共自己人 那今天蔡英文總統要去修補關係啦 所以下午的時候去花蓮啦 去見慈激 而且情勢還不公開 但我覺得慈激被罵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很誇張啦 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因為我在地方也參與很多 影法俱樂部的一些活動 很多都慈激在帶的 比如說我到一個禮辦公室 就有七八個慈激的大姐啊 他們就在帶課程 而且他們課程也很多元 有的課程是運動的 有的課程是藝術的 或甚至會煮土東西 讓大家吃 這樣一個那麼好的團體 深入到我們的各個角落的 影法俱樂部 去跟這些長輩在一起 推動活躍老化 在地老化 結果居然會被罵說 中共同路人 這樣可不可以 我們稱讚一下慈激啦 好不好 就是說 感謝一下慈激 對我們新北市 活躍老化的貢獻 不要讓慈激被汙名化 我覺得像 比如說那些官員會 他能不能跟慈激這種單位做結合 我們要媒合啊 因為你叫他自己去找的話 他也不知道去哪裡找 除了慈激類似單位之外 學校也是一個很棒的組織 比如說像 我博士班的學校是師大嘛 師大也有類似那種 營靈的課程 他們就是有專業的師資 在那個體驗教育啊 透過很豐沛的研究能量 去跟社區做結合 去推動活躍老化 那我們新北市 比如說以我們板橋來講 台藝大也很棒啊 台藝大也很喜歡 跟社區做一些結合 那怎麼樣運用大學裡面的 很豐沛的研究能量 去規劃出 非常適合長輩進行的課程 而且他們還會做前中後測啊 我們不要說好像放煙火一樣 有來很熱鬧拍個照 何曉沒事嘛 我們還要具體去看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實際上的健康啊 比如說我們測他的肌耐力 一開始肌耐力多少 然後上完課程之後 肌耐力變成更好 或者是在心靈上面 或是人際上面 透過觀察看得出來 本來不願意出來吃午餐的長輩 他現在時間到了 都去人家地方按電鈴 說來走到吃東西 然後促成這一種學習的社群 然後影響到正常的日常生活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 透過一些研究的角度 去真的去看說 到底有沒有促進這個活躍老化 我認為這個錢花再多都值得 但是如果說沒有做到這些的話呢 感覺放陰火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那除了大學之外 我剛舉例 當然我們新北市 除了台藝大之外 還有非常多優秀大學嘛 也都有在做這些嘛 亞東啊 治理啊 還有其他區的 其他大學都有 我舉例說可以跟大學做結合 還有包括就是一些老人基金會啊 比如說宏道啊 或者是有一些社樂林學習中心的 通通都可以啊 跟他們結合嘛 不然真的我覺得在這個效果上 如果有多結合的話 效果上可以更加加強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點啊 就是剛講說活躍老化 除了促進身體心理 人氣健康之外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他能不能持續參與 那這個持續參與 是在社區的參與 志工的參與 或者是終身學習 你要培養他終身學習的習慣 那今天我們這個社區大樓 它是一個先修班 就是說我弄一個東西 讓你願意下樓 然後你本來不出門的 你也不知道說 參與這個課程可以多棒 我弄了一個在你家門口 管理會揪一揪 大樓的廣播揪一揪 反正我剛好沒事 我下去參與一下 跟鄰居聊聊天 結果一試乘主顧 他說原來參與這個課程這麼棒 我都不知道 我們活著就要動 真的有點小改善 然後我們課程沒了 這樣就很可惜嘛 假設這個社區 他不願意再繼續做的話 當然一方面我們鼓勵他繼續做 課程增加 另外一種把導入到我們 既有的比較完整的 飲法俱樂部的體系 如果我們空間夠的話 或者是引導到其他的 一些系統裡面 促進終身學習的 最後一個重點 導入就是我這幾年 一直在推的東西 叫引法事務局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我講那麼多 是不是長輩的推動 應該要有一個專責機構來做 因為現在的長輩 越來越多 其實現在長輩的輔導 高齡學習現在很多元 千變萬化 已經不能用舊思維來做 他需要整體的整合 統整的思維 而且要新的思維來做 所以我一直認為說 既然我們有青年局 那是不是應該也要有 引法事務局 而且我認為引法事務局 是更重要 長輩現在更多 而且長輩更需要市政府的照顧 這是我非常忠切的呼籲 就是也希望 市長可以這個 好好就思考一下 真的長輩真的很重要 好謝謝大家謝謝 而且言之議員講得很好 他把那個分類模組 到底要長一個模組 那個模組 模組 所以他們原則上 八個場次 最高補助兩萬塊 我到這裡可以去考慮 社會主也可以去考慮 這個模組出來 到底用什麼模組 我們給它補 補助是什麼一個太陽 然後找很多的民間團也進來 不僅是慈濟 宏道 我還記得還有一個什麼羊 揚聲 智慧力揚聲 肌耐力的 都可以 他其實他們也很容易 願意進到裡面 甚至 早上有時候運動的時候 也可以找什麼太極前的協會 進去教他們 我們只要去運用這些 去媒合 然後把這些社團 也給他們一些補助 他們願意進去教 我們就願意給你補助 譬如說太極團 這個要進去教太極團 你每個地方放幾個 那我對你這個太極團的協會 我就給你補助 那你派教官去教他們太極錢 那幾點 把他們全部找下來 找太極錢 他在樂意 所以類似這個狀況 我覺得要前面推動 前面推動 所以 我剛剛講的 言之一言一言 要講慈濟 我特別要講慈濟 我這十幾年來 我非常感謝慈濟 不但推動 這些長者樂火 以外 還有做了很多公益處在以外 我最感動的是 我在救災防災的時候 他們都身先四處 尤其我在蘇敵六台風的時候 那些爛泥包 在烏來的爛泥包 都是他們幫我清的 年紀那麼大 還跟爛泥包裡面去產去除 我看到超感動的 有的人都 有的人都已經六七十歲 還在那邊產在那邊除 那個很辛苦 默默的付出 默默的做事 台灣有慈濟 所以讓這個社會很穩定 才能夠祥和 不但幫助長者也照顧幼者 甚至包括我們這一次的疫苗的施打 他們也做得最好 包括我們所有官員中心的照顧地方 都是他們打的啊 幫我們接的啊 多幫我們接的啊 所以我真的我是很謝謝他們 幫了太多太多了嘛 所以今天我是借原汁的議員 表達我的關心 跟謝謝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汁原汁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